Hi , 大家好 又是我 Patrick 在同大家講金和銀 俄烏戰爭很快進入第 4 個星期 在過去一個星期 , 股市大幅反彈 由於黄金受制於 2000美元的阻力位 黄金從 2000美元反覆回落 在這集 , 我會同大家一齊研究下 2000美元的阻力位有幾大 同時 , 我會用需求來分析下 黄金和白銀有什麼影響 現在 , 立即開始 第212期的金銀周報 跟住 , 同大家睇吓 過去一個星期 , 由 3月12號到 3月19號 各項指數變動 美匯跌 0.86 金銀差升 0.12 黃金跌 64 白銀跌 0.87 鉑金跌 54 道指上升 1,810 10年債息上升 0.158 跟住 , 睇吓經濟數據 美元指數微跌至 98.22 10年債息上升至 2.155 道指也急升到 34,754 黃金收市價是 1921 黃金支持位是 1914 1903 阻力位是 1933 1950 白銀收市價是 24.94 白銀支持位是 24.8 24.5 阻力位是 25.2 25.5 大家睇到 , 在過去一個星期 道指急升 1,810 而 10年債息都升很多 升到 2.155 隨著美國通脹最近幾個月 連環拆新40年來的新高 安聯首席經濟顧問埃利安警告 通脹率有機會達到 10% 以上才見頂 甚至將會出現經濟增長停頓 而物價不斷升溫滯漲 美國聯儲局在 3月16日 終於宣布加息 1 四分 1 這是自 2018年以來首次加息 聯邦基金指標利率區間 由原來 0至 0.25 里 上調到 0.25 里到半里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 聯儲局需要集中揭治物價上漲對家庭影響 他認為美國經濟相當強勁 足夠抵受加息影響 並維持目前強勁就業市場的工資增長 美聯儲預計到 2024 年通脹率仍高於 2% 目標 鮑威爾表示 如果未有看到通脹有回落的勢頭 將會更積極加息 在上一集我都有提到 俄羅斯可能會沽金 我們睇吓這集報道 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統計顯示 截至 2022 年 1 月 俄羅斯持有約 2300 噸黃金 按目前金價估計價值約為 1500 億美元 外媒引述美國金融機構高層預料 95% 黃金存放在莫斯科 預計該國有可能為獲取外匯而出售黃金儲備 但在黃金現貨主要市場進行交易的渠道已經被切斷 有限出售途徑是暫未參與制裁的中國上海黃金市場 和其他未參與制裁的央行 估計俄羅斯目前想出售黃金 可能要和原油一樣提供折扣 才可以吸引買家 高盛在3月4日報告中說 俄羅斯如果想出售黃金 每100噸或需要折扣 1.5% 即是說俄羅斯不可以用市價出售黃金 如果在短期內大量出售黃金 這樣他買的金越賣, 價錢越下跌 跟住再睇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文章 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戰爭 會造成世界經濟放緩和加劇通脹 周三 , 俄羅斯政府有2筆美元主權債券 1.17億美元利息需要支付 雖然俄羅斯的央行曾經表示會用盧布支付 但即使如此 , 亦都會造成違約 當地政府將面臨100多年以來首次國際債務違約 俄羅斯國內金融危機未除 又面對西方制裁 俄羅斯的央行在星期二停止從銀行購買黃金 以滿足家庭對黃金需求增長 大家睇吾睇到 ? 俄羅斯首先在國內賣金給民眾 以套取外匯 為了支撐盧布 我相信俄羅斯很快就會向世界出售手上的黃金 對 , 如果妳睇到這裏還未訂閱的話 請妳訂閱一下 請按下鐘仔 , 給個點讚我 歡迎大家留言 最重要 , 請大家將這條片分享給妳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從黃金和美元走勢來看 但是 , 地緣政治動盪對貴金屬市場的影響正在開始消退 而且 , 只是暫兩種資產上將 背後關鍵驅動因素開始減弱 當然 , 關鍵驅動因素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恐懼和不確定性 第一 , 地緣政治事件對金價影響只是暫時 第二 , 根據與先前軍事干預 俄羅斯侵佔克里米亞 美國入侵伊拉克 , 美國入侵阿富汗 之後 , 黃金表現都相似 反彈很可能只是一種短暫現象 除後會出現下跌 事實上 , 基於油價因素 情況可能與美國入侵伊拉克特別相似 當時抗業股很快放棄基於戰爭緊張局勢的收益 大家可以睇吓左邊下面的黃金走勢圖 黑色的條線顯示 , 黃金在去年6月開始一直下跌 金價有機會可能下跌到1835 另一方面 , 奧倫達分析師指出 如果俄烏戰爭持續打壓市場情緒 聯儲局的態度又明顯不會採取激進的加息行動 即金價仍有機會回升到每盎司2000美元以上 瑞士駐金箱 , MKS 策略師 亦上調了今年平均金價預測至每盎司2000美元 大家可以睇吓左邊下面的圖 紅色那條線 黃金在去年7月由低位一直攀升 我覺得 , 我相信紅色那條線多些 不過 , 似乎2000美元是黃金一個很大的阻力位 黃金試圖打破紀錄 , 但最近已經試過8次失敗 儘管有條件 , 但仍然無法達到2000美元水平企穩 在上一集結論 , 有人問到黃金反彈是否結束 我的答案就是 , 短期反彈已經結束 因為目前金價有兩個關鍵驅動因素繼續指向黃金走低 第一 , 實際利率 第二 , 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已經飄升 隨著名義利率即將上漲 實際利率可能會上漲 鑑於近期價格上漲 其漲幅可能超過大多數投資者的預期 大家請注意 , 黃金是試圖突破2000美元 分別在2020年8月兩次 2020年9月又有兩次 2020年11月又有一次 2021年1月又一次 在2022年2月都接近這個水平 以上7個嘗試案例 每一個都失敗 亦都在剛剛過去的2022年3月8號 黃金第8次嘗試失敗 我相信大家都睇到 2000美元的左敵位是非常之大 跟住 , 我就同大家做 第212期的總結 到目前為止 2022年被投資者帶來 永無止境的風險自助餐 市場的動盪 烏克蘭戰爭示揚 通貨膨脹繼續推高所有商品價格 高通脹的時間 可能是黃金和白銀投資者的機會 目前通貨膨脹率是7.9% 是40年來最高 今天央行已經宣布加息 並會在5月結束大規模債券投賣 換句話來講 為了抑制通脹 美聯儲正在減少對美國經濟和資產價格的支持 但這只是緊縮週期的開始 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 我們見過每一個緊縮週期 當時貴金屬都出現非凡的收益 大家可以睇到上面的圖 在1976年到1980年 黃金升了717% 而白銀升了1063% 再在2008年到2011年 黃金升了164% 白銀升了446% 不單止這樣 還有以下是支持黃金升浪的原因 第一 , Comix 在2021年黃金交付量是15年平均水平的3倍 美國駐幣廠金幣銷售量達到最高水平 超過125萬盎司 是自2009年以來最高水平 第三 , 在中國零售黃金銷售出現反彈 最強勁銷售的對象 出人意料是來自20歲到30歲的人 第四 , 在印度2021年黃金進口達到創紀錄的557億美元 超過2019年的高點 亦都是2020年的2倍 第五 , 與此同時 各國中央銀行繼續購買黃金 全球儲備處於31年高位 對貴金屬短期需求似乎正在增加 可能導致價格進一步上升 但持有實物黃金和白銀真正的原因 是隨著時間推移保持你的購買力量 但請注意 貴金屬價格在最初上進的時間 實際上往往會下跌 所以短期黃金下跌 是預料之內的事 不過 , 最後都講一句 變幻財事永恆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按下小鐘 你會收到我的新片通知 請給我點讚 歡迎你們留言 你們每一個留言 我都仔細睇看 如果你喜歡Karma頻道 請你分享這集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